来到富安浩特呢 要做内蒙古味的烧麦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做羊肉馅的 对 羊肉馅的 但是我们这个羊肉呢 不是说哪个部位都可以 必须要用羊的后腿肉 它是纯肉 脂肪比较少 肥瘦肉比例非常恰当 2比8 二肥八瘦 过去呢是4比6 四瘦六肥 因为过去人肚子里缺油水 它衡量一个美食的标准 就是看你肥肉大不大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 今天我们生活好了 对 就不能太肥 但是一点肥肉没有呢 也不好吃 不香 对 王大哥说 以前人们在制作羊肉烧麦的时候 肉馅会剁得很碎 力求香软可口 如今为了追求大口吃肉的畅快淋漓 他在制作烧麦的馅料时 会将羊肉切成一厘米建方的肉块 好了 够了 王大哥 你现在是不是要切大葱 对 咱们这也得切成丁了吗 大葱 葱原则上是越碎越好 为了追求极致的口感 王大哥只选用葱前面三分之一的葱白部分 他说这个部分葱的味道最为浓郁 特别清甜 对 我慢慢辣起来了 太辣了 我要拿个纸巾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生吃大葱 所以它这个味道那么浓烈 是可以稍微盖一下羊本身的味道 对 没错 它可以很好地解除羊身上的山味 可以去腥解腻除山增香 对 对 特别特别香 对 所以我们这个羊肉大葱 是我们忽视烧麦的最传统的 对 最经典的味道 一斤肉 七两葱 二两姜 王大哥说忽视人吃烧麦 讲究吃姜不见姜 所以需要把姜剁成姜油 下面我们就开始进入半馅环节 胡麻油是我们内蒙地区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材料 比如说馅料 比如说烙饼 炸东西 很重要的一个原材料 可以用它 对 所以我们这很多东西的 味道的灵魂 就包括烧麦 就是来自于胡麻油 在胡麻油加持下 馅料的鲜美被彻底激发 忽视的烧麦主要以鲜咸口味为主 调味后将馅料按照顺时针的方向 搅拌均匀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制作烧麦皮了 我们第一步要给它这个面里 稍稍地加一点盐 调味 不是 不是吗 不是 那是什么 产生某种化学反应 加了盐的面 和好以后它会更筋 一斤干面 和成面团 不多不少 必须揪八十个剂子 为什么一斤是八十个 一两是八个 这是我们胡适烧麦 独有的一个剂量标准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倒皮子 倒皮子呢 首先我们在跟前撒一点淀粉 这个叫烧麦锤子 也叫走锤 走锤是制作烧麦皮的专用工具 与普通擀面杖不同 走锤中间粗 两头细 一般有举目制成 把一个皮子放到这个小堆里 给它转 就是皮子 慢慢地就给它颤开了 它是这样子的 对 挺好了 没没没 这是一半 对 等一下 先给它压瓷是 压瓷 对 然后你再转 手是扶住这的 这样 两个手这样 扶住 以中间为中心点 不动 然后四周围给它转 其实烧麦的那个皮 吃起来跟饺子是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的 烧麦皮是很薄的 很薄 所以我们有标准 一会儿熟了以后 我跟你说什么是标准 好 我现在要拧花了 一起来 一般我们正常的是 20到25张一路 走锤在王大哥手中 快速转动起来 赶出来的皮子薄如蝉翼 编若荷花 我试一试 画一条 画一点 不是 为什么我拧的是平的呢 角度 力度不对 差不多了 我觉得挺好 真的挺好 对 做烧麦皮 看起来好像就这么滚来滚去 然后就算王大哥怎么教我 我听懂了 但是就是 他那个掌握的力度跟角度 都很巧妙 对 小小的烧麦皮 竟然对力道有如此严格的要求 而王大哥却说 这还只是个开始 这个叫挑子 左手拿着皮子 右手拿着挑子 然后一转就捏起来 就这个意思吗 对 就是这个意思 这样一顶 稍微顶一下 给它往回一搂 底下是搂成这样 上面不能捏死 往上一放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烧麦 搂不起来 不行 你这个不能用了 这个过了 对 鲜料的多少 手腕的力度 都影响着烧麦的成型 一揉 一搓 一揪 一搅 一拧 一包 纯熟的手工技艺 赋予了烧麦满满的艺术感 包好的烧麦 八个位置 等下十分钟便可以出锅了 这好了是吗 对 好了 你看啊 我们忽视的烧麦是有标准的 就过去啊 讲叫锤锤如细囊 团团如小饼 或者叫拎起来是个灯笼 放下来是个茄子 就像里边兜的一窝水一样 很嫩 是吧 像个小灯笼 对 就是这样的 羊肉它很鲜 对 然后葱也是很清香的 对 烧麦的味道绝不仅仅是烧麦本身的味道 那么简单 一定是什么呢 加了醋 辣椒 还有砖茶 再加上烧麦馆的那个嘈杂的环境 加起来才是烧麦真正的味道 饱满的肉粒 浓郁的汤汁 羊肉的鲜甜在葱姜的衬托下 生动又辽阔 十三年来 王大哥用匠心守护着家乡的老味道 烧麦也是 我从小吃大 而且这种浓浓的烧麦文化 也是从小伴随着我长大 我热爱它 我喜欢它 我愿意从我这一代人 把我们几百年老祖宗留下的地方小吃 给它很好的传承下去 我愿意从小吃大就要看